大家好 欢迎收看DJTV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丽婷 那有一个说法说 STPM 马来西亚的大学先修班 所考的这个大马高等教育文凭的试卷 是世界上最难考的其中一个项目 而且华文又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难学的其中一种语文 那如果在STPM要考华文 来到了试卷3 那肯定是很难考了嘛 对不对 不一定 因为老师说 只要你掌握了各种的技巧 你理解那考题出的范围等等的 你就能取得好的分数 那先来看看今天是哪一位负责老师 我们欢迎八达零公教中学的叶小薇老师 叶老师您好 丽婷 你好 刚才说到STPM的中文试卷3 华文试卷3到底难不难 为什么不难 其实只要你有做好准备 然后事先有做好的种种的练习 其实难就变成不难 而且知难不难 知难不难 这说得好 但是做起来容易嘛 我不晓得 马上把时间交给叶老师 请他告诉我们这个中文试卷3的组成部分 好 谢谢丽婷 各位考生 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呢 老师来到这一边 将跟各位分享这个中文试卷3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考卷 这一张中文试卷 它总共是作答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它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 那首先我们看到最大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作文 作文占了这张试卷的40分 第二个部分那就是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所占用的这个 就是它的分数是15分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那就是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话有25分 那这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怎样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呢 那老师建议在作文方面的话呢 我们的作答时间是50分钟的时间 因为呢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 我们用大概一个50分钟 甚至学生你可以用到60分钟 都可以来回答作文的部分 接着的话呢就是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呢 是可以事先准备和记忆背诵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大概呢 用一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部分的作答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呢 现代文学 那么呢我们就是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作答 我们的时间分配大概是这样 接着的话呢我们来看作文 作文的话呢是四题选一题的 所以呢这个作文 我们平时要怎么做准备呢 我们可以按照领域把我们的资料来分配 老师呢大概呢把我们的作文分成这六个领域 首先第一个领域是社会时事 再来就是经济 科技 接着是环保运动 教育 校园 历史 文化 政策 哲理文明 这六大领域 那我们平时收集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资料呢 放到相关的这个范围里面去 那在考试之前呢 我们就不会呢这样手忙脚乱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到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的结构呢 它是由五分的简答题和十分的论述题 组合而成的 这简答题的话是填充题六题 作答五题就可以 它就组成一个十五分的现代文学史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 那就是现代文选 现代文选的话呢就是十分的简答题 再加十五分的论述题组合变成了二十五分 是 那听过了老师的这份讲解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华文试卷三 它的三个组成的部分 还有它的比分比重啊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分配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先尽一段资讯 那回头再来聊一聊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的是 大学先修班FORM6的STPM 华文试卷三 它其中一个最大的比分啊 比重呢就在作文 占了百分之四十的那个比重 那所以你这个作文一定要取得相当高的分数 才能帮助你拿到最后的较优秀的总成绩 马上请叶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作文的部分 好 那我们的作文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分成了这个社会时事 教育校园政策则理 经济科技环保文化历史继续文 这个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那我们来看往年的出题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社会时事的话呢 几乎每一年它都有相关的题目 再来的话呢就是继续文 也是每一年都有都有出题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方便考生 一些比较擅长写议论文说明文的学生呢 我们可以呢 书写前面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有一些学生比较感性的 没有这么理性的学生 他可能比较倾向于写继续文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考卷呢 他还是有照顾到 这种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生 那我们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考题的分布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平时收集资料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准备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考生要注意 就是在考卷上呢 会常犯的一些错误啊 很多考生想到呢 这张考卷 这个部分要写1000个字 那这1000个字看起来很多 因为我到form 5的话 我才写大概500个字 可是的话呢 来到了form 6突然间加了一倍 很多学生就担心自己完全达不到字数的要求 以至于的话呢 尤其会犯上第二个第二项的问题 那就是为了写而写 写了许多无关痛痒的事情 然后还有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审题 考生要非常注意审题 因为有一些考生呢 他在看到了题目 因为之前用了很多功夫 那么呢 看到相关领域的题目一跑出来 就没有把题目再仔细地读清楚 以至于呢 就马上书写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那就写了有关的内容 但是却没有达到题目的要求 所以呢 这种导致呢 自己呢 文不切题 或者是离题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再来的话呢 就是有关于写继续文的同学 那我们里面要用的一些例子 或者呢 我们书写的方式呢 我们尽量要让主题鲜明 虽然写继续文 那不是随心所欲 我们还是要有个主题 所以呢 我们尽量不要用一些 套作文的速写方式 在过去我们常常看到 学生喜欢用的就是 发生火灾啦 发生车祸啊 这样子的一种写作方式 那老师记得很多年前 曾经有一篇这样子的作文 就是题目是要学生写绝斗案 但是的话呢 这个绝斗案子发生在故事的开头 有人抢了荷包 跑了出去 那结果呢 就在外面呢 遇上了车祸 接下来他的篇章都在处理车祸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 我们只能够当他是文不切 就是不胜切题来处理 那分数的话 自然就会减了少过一半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学生尽量不要用套作文的方式 再来的话就是词汇 词汇的话 我们平时呢 就是要多数收集 这个相关的用词嘛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语文科 所以呢 考生的话呢 就要多一点的 这样子的一个词汇的收集 这是需要的 再来就是错笔字 所以老师知道呢 这个时段呢 经常我们学生都是习惯呢 打字 在键盘上处理 但是呢 我们来到考试 我们还是用笔和用纸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习惯 要用笔子来书写 那老师一般上呢 在学校的话呢 虽然说写1000个字的作文 但是老师还是要求学生 尽量都是用写的方式 因为一来是让我们习惯 二来的话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就在考场的时候 也不会说有太多字 写不出来 再来就是字数严重的不足啊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1000个字 那有些学生呢 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是在form 6 所以的话 可能他的作文方式 还是停留在当初 写四五百个字 这样子的情况 那其实呢 form 5的学生 如果华文不错的 他们都已经可以写到 800 1000个字 那更何况form 6 所以的话呢 字数的话呢 学生真的是要尽量的达标 那我们的字数 虽然说1000个字 那考试其实的话呢 大概800到1200 都还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是 我觉得大多数考生都做得到的 这个就是考生 采放的错误我们要注意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审题的部分啊 那看到一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作文写好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审题 所谓的审题 就是把题目的眼睛给抓住 一个题目下来的话 它文字很多 但是呢 它一定有它重要的关键词 抓住题也 其实就是抓住关键词语 再来的话呢 就快速的 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在你的大脑里面 迅速的缩辑 搜索相关的资料 就是你在这个领域 你看过哪一些资料 记得我们要选的是 我们手头上 有最多资料的作为来写 而不是选冷门的 或者是会不会考虑 其他考生会不会选 有些学生 有这样奇怪的一个想法 这一题可能很多人会选 我不要选 我要选冷门的 竟然有这样的思维啊 有 所以的话 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必要 毕竟的话呢 我们在考场上 我们就是选 我们最有把握 最擅长的那个题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提出一些相关的见解 尤其当我们灵光一闪 有什么相关的 觉得这个见解蛮特别的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就进入组织材料的部分 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整理的这些资料 我们就把它组织起来 哪一些要放在开头 哪一些要放在内容 哪一些要放在结尾 当然内容会是占最大的比例 那有学生会问我 老师要写几段 那一般上的话呢 我是觉得六段就已经足够了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内容 你要写更长可以 那做不到六段 五段也可以 那就是一段开头 一段结尾 然后中间三段到四段的内容 当然这三段到四段内容 不是你重复又重复的 有些学生说为了写而写了 全数字 对 全数字 就一直重复同样的要点 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在这个结构上 我们就会扣分 再来的话就是书写了 进入最实战的就是要表达 我们要把我们刚才前面的资料 清清楚楚的表达给这个评审老师 你要知道老师不在你的身边 老师在你遥远的天边 所以的话我们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表达清楚 文字各方面 要让老师知道你到底想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想讲清楚 那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错字跟语并 那稍稍的调整 还有就是时间要注意掌控 那就足够了 所以真的是审题的 而做这个大纲进入书写的部分 那老师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喜欢写大纲 他觉得耗他的时间 这个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应该要写的 因为的话如果不写大纲 我们就会随心所欲 想到什么写什么 甚至有时候你会看到学生写了之后 突然间灵光一闪 本来已经要结尾的 他又后面又加多一段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给人家感觉你的整个结构很混乱 整个结构很混乱的话 你的这个整个组织呢 就没有这么好 所以的话呢 还是能够的话 尽量养成写大纲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来看这个食杉区 就是这边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 如今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态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分别表现在科技的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利用两个层面上 是说明科技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利益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题目呢 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引言 就是让同学们知道 今天我们要写的这个题目是跟科技 还有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接着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找它的体验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它的体验就是科学技术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technology 科技 然后呢 这个科技呢 不是谈任何一方面的手机的发明啊 这些不是 因为科技领域非常广泛 所以的话呢 它是跟这个社会生态有关系 那这个社会生态哪一个方面呢 就是对这个社会生态带来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所以的话呢 它在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作文 就是只谈科技发展和环境资源 这两个方面 所以的话呢 下面的一个副题 它就清楚地告诉考生 今天我们要写的这个题目 简单来讲 那就是写科技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好和坏 现在中六的作文 它很少会只是出后面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前面它都会给你一个引言一个范围 所以呢 考生可以根据这个引言范围 然后呢 进行思考 然后呢 把相关的资料给写出来 那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开头呢 很多时候学生在面对开头的时候就会想 老师啊 没有灵感啊 在那边要空白很久啊 那如果真的没有灵感的话呢 老师建议你呢 用以下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就用这种点果力说明 力说题 这样子的方式 怎么说呢 点的话就是先提出观点 就是说你看到了这个题目 你先想到什么 你的idea 你的观点 你的论点 然后再来的话 在这样子的这个论点情况下 它产生了结果 然后呢 我们举出相关的例子 在这样子的观点 或者在这样子的课题之下 它有什么相关的例子 接着我们就进行说明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扣题目 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是老师的一位学生 写的一篇作文啊 这位学生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们处于一个 科技发展蓬勃的时代 许多国家都致力于 发展科技领域 以提高竞争力 因为我们今天要写的是 跟科技发展有关的题目 所以考生一开始 他就告诉了大家 每一个国家都在发展科技 所以他提出观点 那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情况呢 是什么一个结果呢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 所以他就提出了他的结果 接着下来的话呢 这个考生就让我们 他就举个例子 他就告诉我们 人类从基本的体力劳动 转型到机械化 再到信息化 而现在成功发展到智能系统 这个就是科技发展的 相关的例子 接着呢 这个考生呢 他就进一步的说明了 他说科技的发展呢 不仅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对生态环境也起到保护作用 这个是开始慢慢引入 跟题目有关 所以这个他就进入说明 然后最后的话呢 他就扣上这个题目了 这个他怎么扣题呢 他说对 有起了保护作用 但是所有的东西 有他的两面性 因为题目要求我们写立以臂 所以的话呢 他就写有他的两面性 一是促进了 和改善了环境的发展 第二 也可能导致 这个生态环境的失衡 所以这个就学生 这样子的一个开题 那就非常清楚的 让老师知道 这个学生是切题的 他是点题的 那我们接着下来 就要进入内容的书写 在内容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几种书写方式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的老师提出的是 继续文六大要素 我们往后可以再看 再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明文 那在说明文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个人家庭 学校社会 执法单位 政府 这样子来书写 但是也不是告诉 每个考生说 你一定要每一次考试 把这六项都全部放完进去 那不可能 他太拥挤了 我们可以选出相关的 来仔细的 细细的去分析 那我们可以谈 他的原因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们谈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 这样子的一种架构来书写 然后如果是说 来到了议论文 好像刚才想要提出观点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点果说例 或者点果立说 这样子的架构 来书写我们的段落 那老师今天给大家看的 就是点果立说 或者点果说例 这样子的写法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 那个科技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 这一篇作文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学生是怎么写的 他说首先我们来谈谈 科技发展 对环境带来的好处 他的观点 他的立场就是好处 那接着下来 他就说随着科技的 进步 人类成功地 研发了人造卫星 这个是在这个科技发展之下 他所带来的成果 那么接着下来 这个学生 他就给我们说明了 给这个例子 这个他就说明说 人造卫星 他的用途有什么 他就用说明的方式 他说他帮助人类 观察了这些东西 所以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居住环境 这是一个说明的方式 解说这个人造卫星 发展之后的一个状况 接着下来他就举例 这个人造卫星跟这个环境 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关系就是既然我们可以观察 所以一旦发生热点 发现热点 发生灵火的时候 那么人造卫星就可以及时 让人类进行救援的行动 所以最后他再扣回他的点 那就是人造卫星的发明 对保护环境有很大帮助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题目 那我们另外一道题目 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课题 就是因疫情导致经济放缓 那么政府允许人们 从公积金局提取资金 以应急 那针对这项措施 提出你的见解 那一样的我们要找提 这个体验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的话 我们可以放在一边 他只是一个引导 那接着他重点在什么呢 就是政府允许 允许做什么呢 我们从公积金的户口 那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写这一题一定要知道 公积金户口是什么 那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提取资金 所以这个是这个引题 来到这一边 让我们看到的 他要我们写的这个范围 那接下来 针对这个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这个措施 就是提取资金 这个措施 我们要提出见解 见解的话 就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这个学生 他是怎么来处理的 这个学生他说 这项措施 无疑是在引针止渴 他就提出他观点 他反对 他不认同这个措施 那么他说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他说 这个是让人民 预知自己的养老金来应急 导致会员们的利益 受损 要花更多的时间 存到一样数额的 这个存款 所以这个是提取 这个存款 他可能导致的后果 这个学生他进一步的 就用举例的方式 他就从公企金局 他看报纸看到的资料 那么他告诉我们 他这个如果是这样子提取 现在公企金局的这个会员 他们的存款现象 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 再去给他们提款 那么会带来种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边 你看他的这个说明的话 他就提回应他的这个点 就是学生他就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情况下 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的话也影响他们的退休品质生活 所以这个是我们反对 也可以这样子来写 那接受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到结尾了 我们要怎么结尾呢 我们可以用总议引说 总议引说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根据刚才的那一个题目 这个学生最后做一个总结 他说总的来说 这项措施在短期内 可以帮助经济陷入困境的人们 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 公企金局的这个功能 那他的功能 真正功能是什么 所以的话 这一年他就提出了一个总结 所以接受下来他就建议 有了这样子的总结 他就建议什么呢 建议政府的话 应该要拟定其他的应急计划和方案 而不是每一次只是用这种提款 所以来到这边 你就会让这个皮改老师觉得 这个考试很成熟 而且的话 对这个课题相当了解 他不单单只是说到这个反对而已 他还有提出其他的方案 而且的话 他不单只是谈政府 他还告诉我们 然后百姓 我们人民自己本身要怎么样 我们也要处理我们自己的理财观念 所以才能够应对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接着下来的话 他就提出了影响 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不处理 还是继续用提款的方式的话 他带来的后果就是 这些我国以后会面对这样子的压力 所以他就提出了他的影响 最后他进一步的说明整个状况 也就是说不断的提款 最后会导致失去了他的功能 那就是离开在55岁 离开这个基本除夕的门槛 就会离开很远了 所以考试就很清楚的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刚刚答应说 要看我们的继续文 我们现在利用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来看继续文 继续文的话 也是有这种一个影题 一个小题 我们要注意这个影题 它有它的影响 好像这个题目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寄一位时代的巨人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重点英雄和时事 所以这个巨人的话 绝对不是我们心目中的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任何一个伟人放进来 不是 他一定要跟一个时代有关 所以寄的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写一篇继续文 那么我们要写的这个人物 这个对象 就是时代的巨人 所以一般上 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只能够写历史人物了 你不可以写你心目中的偶像 这个人物一定要对改变一个时代 有绝对影响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行审题 刚刚老师这样的分析已经审题了 我们来看内容 我们刚才提到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用继续文的六大要素 那继续文的六大要素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物时间地点 这个巨人是谁啊 在什么时候 他出生在哪里 他的一个背景做一个简介 然后他做了哪一些东西 所以过程那就是他的贡献 分工危机 然后结果就是对世人产生的启迪 所以这个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组织我们的作文架构 虽然是继续文它 还是有它的架构 开头的话 用一个用各种各样的开头法 吸引人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我们的六大要素就是组成我们的主要的内容 然后最后结论我们可以提出感想 而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英雄人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继续文可以处理的方式 是的 听过了老师的讲解之后 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获益许多 那这个时候呢 不妨先休息一下 整理一下脑袋 回头我们继续聊 STPM的华文试卷3 除了作文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是现代文学史 据说呢 是可以事前准备的 能不能帮助同学在事前准备的时候 取得更高的分数呢 这一点就要来好好请教一下叶老师 叶老师 好 现代文学史呢 它是有一本课本的 那里面的话呢 总共分成12张 那如果说在这个essay的部分呢 它会出三个题目 所以我们平均分配 就是说每四张是一个部分 就可以按照三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私下自己算的算法 但是呢 它有一个部分是属于简答题 简答题就涵盖整本书 所以呢 它准备的量是蛮大的 虽然说有书12张 听起来不多 但是要在短短的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面 把这些东西学起来不容易 所以呢老师是按照呢 往年的试题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往年的简答题的话呢 整个文学史 虽然说分成12张 但是呢 它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部分呢 是关于时间和事件 有关的文学 文学事件 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总共有多少的理论 跟多少的流派 接着下来就是 它会以作家为单位 我们看到呢 比如说第二张 那就是鲁迅 第三张就是郭默若 与此类推 所以的话呢 有它的作家 还有作家的创作特色 再来就是这个作家的代表作 还有呢 作品中的人物 所以呢 按照呢 过去考题的出题方式 整理成这五个部分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老师 每次给学生的这个笔记呢 我们也是按照 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 我们要怎样做 我们的小笔记 来到这个部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用画图的方式 画bubble 这个是要在电脑处理 还处理比较好 我们有时候在班上呢 我们还可以画很多 很可爱的 各种各样的图 有花朵也有 有蝴蝶也有 都可以 那主要的范围的话呢 就是从作家 以作家为单位 那因为呢 在这篇课本 这个课本里面呢 作家大概有九个 就是他独立成为一个 chop的一个单元的话 他总共有九个 那我们就 大概呢 每一次呢 我就叫我的学生 大概准备八个作家 把八个作家东西 行动清楚 那就可以上考场了 那在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按照呢 这个作家呢 四个事项 所处的年代 重要的时间 他的创作风格 他的作品 他的代表作 还有作品中的经典人物 来处理 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作家 有一张两张 这样子的背诵卡 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背 这样子的话 会加深大家的记忆 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扭纳的是 沈从文 那沈从文呢 这个作家的话呢 他是处于比较后期的 这个湘西的这个本土作家 那不像比如说鲁迅 鲁迅的话呢 他就有所谓的 他所处的年代和一些重要事件 因为那个时候呢 文学运动刚刚开始 所以就有比较相关的 这个年代跟重要事件 那沈从文的话呢 我们比较倾向 就看到他的创作风格 他的作品 跟他的这个经典人物 所以在这一边呢 老师的学生呢 经常就会这样子来整理 比如说创作风格 我们一看 就想到说沈从文 乡下人的写作方法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他是真实自由的 写自己的经历 还有内心的感受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他对自然人性的 这个欧歌 所以呢 这个就是沈从文的 创作风格 那如果考题填充题一问 他可能给的提示就是 谁 让我们填充 谁 是真实自由 书写自己经历 和内心感受的 乡下人作家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填上 沈从文三个字 所以这个是一种 准备的方式 然后再来的话呢 沈从文 一讲到沈从文 我们就要想到 他的作品 编程 编程 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容 真善美的人性 人后淳朴的相风 里面呢 有这个脆脆的 这个爱情故事 所以还有的话呢 就是作者 最后对这个社会 他所寄托的 这种个人的理想 那接着下来呢 里面既然有谈到作品 那么一定有经典人物 那这个经典人物是谁啊 编程里面的话呢 有脆脆 有老船夫 这些都是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使到这个故事 得以往前发展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整理 那我们就把沈从文 解决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我们的这个论述题 那论述题的话呢 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 他会出三题 学生只是需要选答一题 从这三题里面选一题来作答 那我们来看说 18 19 20 他的单元 按照课本的单元的话呢 刚才我们讲有第一单元到十二单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 18年呢 是第二 第九 第十一 真的就是如老师讲的 第一到第四 然后呢 第五 五 六 七 八 然后呢 九 十 十一 十二 这样子 这个是在后面两个单元 那我们其实只是需要作答一题而已嘛 所以的话呢 只要同学们呢 安全起见 准备两个部分 就是一到八 准备手上有八个单元的话呢 其实是已经足够 来回答我们的这个论述题了 所以你看去年是二 七 十 也是很平均的分布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网年试题我们看到 它的题目呢 答案通通可以从原文 就是从我们的课本里面找得到的 所以的话呢 同学们一定要熟记原文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这个原文里面呢 每一个每一个原文后面呢 它有附入一个重点难点提示 就是每一个这个单元底下 每一张 每一张后面它有一个重点难点提示 那有一些题目呢 它就从重点难点提示拿出来 好像去年的话 每一个题目都在重点难点提示里面 也有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我们一直把我们这个要背 要记忆的那个范围缩小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单元练习 单元练习在这本书后面也附上了答案 所以的话呢 同学们也可以直接从那一边找到这个作答的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是从晚年试题分析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整理呢 比如说八经的行业 老师以八经行业作为一个例子 这一堆文字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就是从重点难点的这个提示里面拿出来的 那我们去年的话呢 就出了一题 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出了一题八经的行业 那就是从这一边拿出来 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重点难点提示 就告诉我们学这一课单元的话呢 我们要弄懂这一些东西 主要内容 你要写一个性型家庭破碎 这点文字很简单 所以考生的话呢 必须加入 这个怎么样是性型家庭的破碎 主要人物有汪文轩 有郑树生 有汪母 那么他们各自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呢 产生怎么样产生矛盾 那最后呢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关系会破裂 这个呢 就是主要内容 那整个主题的话呢 他已经整理好给我们了 我们就把它背起来就对了 然后造极个重点 人物性格悲剧 因为我们知道有人物 他肯定就是人物性格的悲剧 还有当时候的社会环境的这个背景 导致这个汪文轩跟郑树生 他们两个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呢 找到他们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他们的命运的根源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因为有文本 所以我们就必须分析人物的性格 汪文轩性格怎么样 郑树生性格怎么样 汪母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这三个人在一起呢 就肯定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他的艺术成就 那当然艺术成就本身就可以出一个小题啊 因为这一题的话十分 他可以出一个小题 那人物性格分析 如果他要只出一个汪文轩也可以 所以我们大概准备的话 我们也想想 十分哦 我大概要写多少个点进去 那我才可以拿到一个十分 所以这个就是在课本 我们可以利用课本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来做准备 那接着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看第三个部分 马杨西的这一个文选的部分 现在文选25分 那文选跟文学史不同 文学史讲明了就是史历史 所以它是需要比较大的这个记忆 那么呢 文本的话呢 我的学生他们都比较喜欢文本 为什么 因为只要能够把故事看懂 能够明白他说什么 那基本上呢 进到考场 很多时候还可以在临场发挥 只是说我们还是要做准备的 文本不多 我们就是十多来篇 那我们看一篇文本 我们一定要认识作者是谁 这篇文本的作者他是谁啊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背景 但是呢 他的比例很小 我们不需要太多作者的这个背景 接着呢我们要重点就是在于内容大意 他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再来文本里面呢 一定有人物 一定有性格 他的性格跟形象分析是一定要的 然后最后呢 既然这篇文章选出来给我们读 那么呢 一定有他的写作手法跟他的艺术特色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呢 在做笔记的时候啊 就可以自己呢 从这个方面去做笔记 那我们这边呢 再来看他的简答题 简答题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往年的话 在作者的出题的只有19年 有一题问作者 这一种题目一出 我们讲是送分题 因为基本上呢 你看文本 你一定知道作者是谁 所以呢 也不要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有时候凯生可能太熟了 熟到忘记了 这个作者的名字怎么写 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所以的话呢 还是要注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出在内容情节 内容情节的话呢 你看 17年有三题 18年有三题 然后呢 2020年也有三题 那你一题两分 三题就已经六分 所以十分的话呢 哪六分 很高分了 所以呢 这一个呢 我们内容情节 一定要去注意 再来第二个部分多的呢 就是在于 他的写作手法跟艺术特色 所以只要学生能够 把这些掌握好 那么呢 我们就能够 很好的在这个部分 拿到很好的分数 接着的话呢 我们来看 现代文选 他的这个论述题的分析 论述题的话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个文选 他有分成诗歌 散文 小说跟剧本 以这四大类 那么呢 剧本只有一个 那就是上海屋檐下嘛 那小说的话呢 有永远的银雪宴 有这个分裂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诗歌和散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往年的初题方式 就是尽量 他每一个文题 都会选择一个 至少都有 在考卷里面 至少会有来自 两个不同的文题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也是一样 三题选答 一题而已嘛 所以的话呢 考生只要好好的 下功夫去准备 至少准备两个文题 你上考场 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来看 他的题目呢 一定都跟内容情节有关 就是一开始呢 老师告诉学生 我们一定要懂内容的情节 再来的话呢 就是写作的手法 我们看到 你看2019年 他几乎每一道题目 都有问到写作手法 那每一年的题目 都跟写作手法有关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准备的重点是什么 那在这一边呢 老师就有一个 做了一个简单的 这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思维导图 虽然说字很小 你们看不到 这只是纯粹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老师坐在这边的 这个是分裂 那分裂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谈它的内容大意 再来的话呢 主题思想 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 那个barber 有主题思想 然后再来呢 这个人物形象 这一个分裂的小说 这个主角就是徐盛行 那徐盛行 他的身份是谁 他的事业状况怎么样 他现况又如何 然后呢 他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因为这一边主要是谈 他价值观的冲突 最后他的矛盾点 所以我们就把人物形象 整理出来 那如果说今天考试出分裂中 这个徐盛行的人物形象 你马上脑海 把这一堆东西 爆进去 你就是拿了 拿了满分了 是 好 非常感谢叶老师 给我们讲解的 这个作文的区分 包括文学史 文选等等 这里我们还是要 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跟大家继续聊聊 今天来自八达林公教中学的 叶晓伟老师 跟我们分享 到了STPM华文试卷3 同学们要考的一些题目 范围等等的准备 那我想请教一下叶老师 就是通常 因为我们知道 好像每一年选修华文课的 同学越来越少 那肯挑战这个事件的学生不多 那他们通常来到这个阶段 最大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呀 可能可以分类为哪几项呢 其实以我自己本身 我在我学校观察学生的情况 如果是不肯拿的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本身就是害怕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在这个考好 但是我想说的 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 我经常会遇到学生 是第一学期就会告诉我 老师我华文 STPM我考不好的 我考C了 我没有办法的 你要原谅我 但是呢 分分钟来到最后 整个STPM他会拿A 这个是好些年来 都有出现的情况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说 我们不能说 因为STPM我可能做不好 考不好 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 我就不能再把华文考好 因为毕竟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因为我们的这个STPM的华文 它的整个这个 它的结构 它是40分的这个 属于语文的部分 40分是属于文学的部分 那文学的部分呢 每一个学期都好 你可以事先准备 如果有老师教 那当然是更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很不难找到资料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事先做好准备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你看文学史文选 不管是现代的 还是传统古代的 都可以事先准备 所以呢 其实呢 有一半的分数 已经在你的手里 是 而且我想到 现代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 这种搜索的引擎 有很多影音的资料 我们甚至可以 靠这些影音资料 来辅助我们 就是记忆更多的历史事件 甚至有很多影剧作品 电视剧啊 电影啊 都可以帮助我们 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理解 那回到这个事件三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老师 来谈谈 怎么样取得更好的分数 好 那在这边呢 我就给各位同学呢 做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们刚刚谈过呢 就是呢 我们有三个部分 就是作文 现代文学史 还有现代文学 那作文呢 是这一张考卷当中 它的比例呢 占最大的 40分的部分 所以呢 坦白说 只要能够呢 把作文做好 把作文写好 那么呢 考生呢 在接下来的 就是这张考卷呢 你就不用太大的担心 那怎么样把作文做好呢 也不是说进到现场 才来临场发挥 题目写出什么 我才来写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分析 它有分出 它的种种的领域 那我们平时 坦白讲 真的是要很努力的 去阅读 去收集 那在这阅读过程当中 一来呢 就是提升我们 对这一个视线 事件的理解 那二来的话呢 也会提高 我们的这个书写能力的 所以呢 平时阅读很重要 那我的学生呢 经常是怎么阅读 阅报 报章上的这个社论版啊 报章是种种的新闻啊 这个都很重要 那如果你说 你没有买报章的话呢 那也可以呢 现在有很多的电子报 我们也可以上去 本地的报章 不一定要找谷歌 其实找本地的报章 很多都对我们帮助很大 然后接着就是来到 我们本身的功力的部分了 那就是进行审题 写大纲 跟书写这样子的部分 审题的话呢 记得要找出提演 就是找出题目的关键词 题目要我们写什么 我们根据题目的要求 因为它毕竟是作文 它不是文学创作 如果是文学创作的话呢 那你可以呢 随心所欲 但是作文 它是考试题目 所谓的作文 就是回答那个题目 要我们做到的东西 这个才叫作文嘛 所以呢 在今天的这一个 这个课程里面啊 老师主要的就是 提供给同学们解决 进入考场 没有灵感 临时 我们要写东西的时候 怎么写 当然你一定要有材料在身边 所以老师给的呢 就是有开头 内容 跟结尾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可以写的一个formula 那就是点果例说明 例说题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开头啊 提出了我们的这个论点 然后这个论点之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这个结果之下呢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就好 不用太多 举个例子 然后进行说明 然后呢 这一堆东西跟题目 有什么关系 扣题 让老师知道说 也让自己知道 我接下来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去写的 再来的就是内容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文呢 有分成说明文 议论文 跟继续文 那我们继续文的话 我们当然就可以用 继续文的六道要素 那就是人物时间地点 事情的起因 过程 结果 当然过程会占最大的篇幅 那再来的话 如果是说明文 提出原因啊 找出原因 或者是写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 个人家庭 学校 社会政府 然后执法单位啊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我们来进行的 有条理的 说清楚整个状况 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要提出论点 观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点果说例 这样子的方式 最后呢 就是结尾 结尾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总结 结尾不是开心的话题 不是开心的东西 我们呢 是要做一个总结 总结 然后我们提出建议 如果说 在这样子的建议 如果不采用的话 就会产生的结果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总说 那就是 把我们的一篇作文呢 弄得完整 那考完不用算字数 我们老师其实呢 习惯了 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这个学生呢 有没有达到足够的字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的话呢 就是刚才讲到的15分 很多学生会说 很难 要背 很多东西要背 但是呢 他不是要考试前才来背 其实呢 我每一次呢 一定会先教这个部分 就是一 你一开始 学期的一开始 我们就先教这个部分 学生就开始去背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那至少你剪下来 背八个作家 把这八个作家的 相关的事项处理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来到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其实呢 看故事我们大家都能够 很容易呢 就有记忆 就把它记起来 那我们就是经过呢 一个梳理 整理的一些资料卡 然后呢 这个作家 这个题目相关的内容大意 他的主题思想 然后他的这个里面 如果人物 人物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谈他的这个艺术手法 他的特色 那就可以呢 好好的把这个 四卷三给准备 现在距离呢 我们的考试时间的话呢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呢 在这一边 老师希望各位学生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 要为成功找方法 用对方法 那么四卷三 就刚才再怎么难 它一点都不难 所以的话呢 这个最后 再给各位呢 一个提醒 我们的考卷是在5月18号 会和大家见面 华文事件三 5月18号会和大家见面 所以在这一边呢 在这个疫情的这样子的情况 老师希望各位学生呢 身体健康 也祝福你们考试顺利 是 老师 最后一张这个屏幕的这个 叮咛啊 很重要 身体健康 不要到考试的前几天呢 就是因为防疫不当 就上不了考场 那这准备就浪费了 因为事件三不能重考 是的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同学呢 都能够考试顺利 并且取得你心目中理想的成绩 Dedit TV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